书接前文 咱们上文书说到 这草原上的空气是越来越紧张 大清朝和准盖尔韩国的战争一触即发 这回康熙皇帝和嘎尔丹 这两方倒挺默契 看样子是都决定打了 康熙皇帝交代六部九卿 大将军费阳谷 一定要积极备战 这回朕可要御驾亲征了 这嘎尔丹一方也不含糊 把自己的部众人马拉到了八岩乌兰 那这地是哪呢 现在得拿出地图来一看呢 这个地方在这个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东 从这个方位上看呢 现在应该说呀 算是这个外蒙古的偏东偏北一点 可是说到康熙年呢 咱们别抬杠 这块地方啊 妥妥的那可是大清版图 这嘎尔丹呢 把自己的部众带到这来 那就是为了斗气 你康熙皇帝不是要打我吗 得 那咱们就摆开战场 拉开阵势的干 我现在呀 这叫什么呀 正经八板的叫侵略大清仇 你八旗兵来吧 爷这儿啊 等着你呢 这嘎尔丹的一切动作 康熙皇帝全看在了眼里 更下定的决心 一定要和嘎尔丹决战到底 这次啊 这康熙皇帝提早就给三军传下了御旨 对于这嘎尔丹呢 一定要格杀无论 无论哪一步遇到嘎尔丹之后 都要殊死战斗到底 也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三军将士 遇到嘎尔丹呢 哎 他要不死 你也别活着回来 双方这么一备战呢 这草原上自然人心惶惶 就有那个胆小怕死的 嘎尔丹的部下 偷偷的投降了大清 带领了自己的家族成员呢 跑到了大清的属地 联络到了清朝官员以后啊 辗转的就见到了康熙皇帝 他们对这个康熙皇帝说呀 这嘎尔丹呢 现在换思路了 有了上一次 差一点啊 舌在乌兰部统的教训 这嘎尔丹决定啊 不再往南深入了 我就在你大清国土的北边放牧 虽然呢 入侵了你大清朝的国土 但是我也不会往你的内地过分的深入 到时候我好远跟不上 哎你又给我来个脆的 这回啊 这天时地利啊 我先把地利占了吧 让你的后援补给线呢 更长一点 那这么一来呢 你派来打我的部队人少 我就和你干 你要是派来的部队啊 人数众多 那我就跑 你要是撤兵呢 我就追击 你要不撤兵啊 我就过来骚扰你 就这么着跟你大清国的部队耗着 用不了几年呢 你就会因为啊 君想后勤补给等等的原因 君想告庆是大军疲惫不堪 到时候啊 我就拉拢啊 这个漠北的喀尔喀蒙古 以及这个漠南蒙古 一起对付你满清 说到这个拉拢 这嘎尔丹琢磨了 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盟友啊 策反一个这康熙皇帝 策封的蒙古王爷 到时候啊 里应外合 我也好有个帮手不是 于是啊 这嘎尔丹考虑来考虑去呀 他就想到啊 一位漠南蒙古的王爷 克尔亲部的亲王叫做杀绿 那有人就得说了 哎 这嘎尔丹是不是脑子进水 让驴踢了呀 哎 那这漠北啊 蒙古的这些王爷 是这康熙皇帝前两年新疯的 跟这大清朝的感情啊 这会儿算起来还不亲呢 那为什么 你一定要找一位漠南蒙古 从这个皇太极时代 就和满洲人联姻的这么一位王爷呢 哎 你以为这嘎尔丹他真傻呢 这一点呢 他早就知道 哎 可是啊 这漠北蒙古 卡尔喀 这些位大清朝新疯的王爷呀 虽然和大清朝的感情还不是很深 但是他们惧怕嘎尔丹 经过这些年 常年的和这个阿鲁特们的战争啊 这帮的王爷 对这嘎尔丹呢 避之唯恐不及 你说什么 他们也不会信的 所以说呢 这千挑万选的 这嘎尔丹他选了这么一位 漠南蒙古的王爷 虽然呢 这卡尔丹呢 在这件事情上动了心思 但是啊 事实证明 他这脑子呀 虽然没被驴踢过 可能啊 是被牛顶过 您想想啊 这克尔沁部啊 那和这大清朝是什么关系啊 这孝庄文皇后啊 就是克尔沁部 顺治皇帝的第一二任皇后 他也是克尔沁部 咱们就说这杀绿吧 他可不光是克尔沁的王爷 哎 他还是顺治皇帝的侄女婿 就这还不是他们家 娶过来大清朝地位最高的女性 地位最高的是谁呀 他的嫂子 他嫂子是谁呀 他嫂子 皇太极的清闺女 顺治的亲姐姐 所以 并管是什么原因呢 这卡尔丹看来脑子是烧坏了 那既然打定了主意 那实行吧 于是给杀绿啊 就送礼写信 哎 谈这个联合 让杀绿卧底大清这件事 要说这杀绿啊 真对得起他 每一封信读完了之后啊 都原分不动的 再加上自己一封小说明文 打成快递卷啊 直接就寄给了康熙皇帝 这杀绿啊 给这康熙皇帝奏折 哎 说一切都听主子吩咐 听从主子安排 康熙拿到这些信函之后 他也乐了 他说这卡尔丹的呢 真是想瞎了心了 那我信是谁 你就要策反谁吗 那得嘞 那我给杀绿写信吧 这信中说呀 答应卡尔丹 做他的内应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让这个杀绿 借此知己好 默庆 卡尔丹的动向 因为这康熙皇帝 心里清楚 这卡尔丹呢 偏居科普多 现在呢 又游牧于乌颜巴蓝 游牧骑兵 激动性大 而对后勤依赖呀 远远的 要比中原部队低得多 所以呢 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 每一次深入大草原 去围剿游牧骑兵 那哪一次 不是劳民伤财呀 所以呀 要剿灭 卡尔丹 最好的办法 就是摸清他的动向 设下埋伏圈 让他自投罗网 哎 想到这儿啊 这康熙皇帝 就想给自己的二哥呀 俩大嘴巴 在外加一个窝心脚 怎么呢 上次乌兰部通知战呢 已经设下了埋伏圈 围住了卡尔丹 就是因为自己的二哥 指挥战斗啊 脑子一糊涂 这才放跑了卡尔丹 所以呀 这回他命令这个杀绿 去无间道 反向呢 做一个二五仔 去叠中叠卡尔丹去 这样啊 好摸清他的动向 一股作气 才能达到全坚 这康熙皇帝 秘密筹划 对卡尔丹呢 要实施三路合围 东陆军呢 指挥官是黑龙江将军 抗俄名将 名字叫做萨布宋 咱们当年讲啊 这黑龙江沿岸一系列 抗俄战争的故事的时候啊 咱们讲过这位将军 那这萨布宋将军 带着多少兵呢 吉林兵 圣经兵 还有黑龙江兵 加到一起啊 六千人 并且还得加上 一万多人的后勤保障部队 从现在的沈阳 也就是当年的圣经 出发 开赴 八言不拦 那还有一支西路军从哪出发呢 哎 归化成 也就是现在的 呼呼浩特 再加上啊 这宁夏驻军 以及这个 又位驻军 大同绿营兵 京师增发兵 内蒙古 各旗的联盟兵 还有啊 这卡尔喀兵 加到一起啊 有三万多人 这支军队的统领啊 就是亲命 福衍大将军 费阳谷 协助辅佐费阳谷的 就是镇武将军 孙斯克 这二位啊 那都是刚刚平定完 三分之乱的 战功赫赫的武将 这康熙皇帝 自己亲率着 八旗兵 卡尔喀兵 汉军 绿营 火旗兵 一共啊 四万多大军 再加上 一万七千的保障兵 从北京出发 是直奔 八言无拦 咱们不说旁人 单说康熙皇帝 带着的中路军 这回这中路军走的 那是相当的快 十天的工夫 可就出了毒尸口了 哎 那位说这毒尸口在哪啊 毒尸口啊 在今天的河北省 赫城县 过了毒尸口 可就进了 今天的那蒙古了 那为什么走的 这么快呢 因为这康熙皇帝 运用了一套 新的行军方略 康熙皇帝规定 每天呢 大清早出发 中午扎营 每天就只开一顿饭 那有人说了 这一顿饭 这当兵都受得了吗 这埋锅造饭呢 只开一顿 其他呢 都在路上吃了 这康熙规定 每名士兵 要携带八十天的口粮 那您就算起吧 这八十天的口粮 那肯定不会是棒子饼子 那是什么样的军粮丸 这一下子一个人 能带够八十天的口粮呢 那应该呀 就是风干肉干 以及呀 豆面炒面之类的 所以如果行军时候饿了呀 那一边走 这士兵就一边解决了 这康熙皇帝这么做呀 那就是节省粮食 并且还有提高战斗效率 那要是说起来 康熙皇帝这么做呀 那也是没有办法 那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士兵 出征打仗 一日三餐 往饱了灶呢 可是没办法呀 这路途远 运粮难哪 每次中原王朝去打仗 军粮都是大问题 他们不像啊 这蒙古骑兵 赶着一群牛羊牲畜啊 就出去打仗了 走到哪呢 这百夫长一声令下 载几只羊 往锅里一顿 大伙吃完之后 磨磨嘴啊 就休息了 极端情况下呀 磨磨呀 啃两口这个风干肉干 吃两个奶 鸽的着口水喝也就完了 要是连这水都没有 怎么办呢 哎 他们也有办法 在马的这个静脉上啊 来一个小口 趴过去 润吸两口啊 也能解决大问题 您想想 哎 这康熙皇帝这次调兵潜将 动则就是十几万人马 要是每天一日三餐都坐下来埋锅造饭 大伙吃完再走 那我琢磨着 这一天呢 这大军撑死了 能走个十里八里的就算不错了 可是这回出兵啊 这谁也没想到 哎 这康熙皇帝啊 从中路出军出都市口啊 一路执行 长驱而入 遇到问题的 那反而倒是啊 这东路和西路的两支大军 那您想去吧 这东路军呢 广是翻大兴安岭啊 就够他一呛 西路军呢 那得穿沙漠 所以说呀 怎么算这三部人呢 也不能啊 同时到达八岩乌兰 对这个嘎尔丹成何为之事 那没办法 就只有我催促这东西二路啊 加紧行军 这康熙皇帝带领中军呢 压着走 对呀 别走这么快了 实际上这也很危险 一旦被嘎尔丹发现 对中路军进行突袭 首先说呀 三路何为 嘎尔丹的这条计策呀 算是失败了 再一来呀 中路军是谁领的 皇上 那皇上肯定就有危险 所以这行军速度一致 这个问题啊 是清军急需要解决的 不但如此 这雪上啊 他还加了霜了 那边说那是怎么意思呢 这大军呢 刚刚行至到草原不久啊 这康熙皇帝可就接到了密报 说这会儿 嘎尔丹呢 广是能战斗的力量啊 就有两万多人 不但如此啊 现在的嘎尔丹 和这个巴原乌兰 附近驻扎的卡尔卡人呢 关系搞得还很好 一旦打起来 搞不好这些 漠北蒙古的人呢 还要支持嘎尔丹 这些还都不算完 听说这嘎尔丹呢 又和这个沙皇俄国 进了六万哥斯克骑兵 这些个哥斯克骑兵 各个弯刀快马 并且使得一手豪鸟枪 那这康熙皇帝一算呢 两万加上六万 再加上当地 卡尔卡蒙古的知识 这嘎尔丹 现在这实力了不得呀 若是对卡尔丹 形成围剿之势 这围剿战吗 十个围两个呀 他好围 您要是十个围八个 那怎么围呀 那不就成了 正面的攻坚战了吗 这卡尔卡蒙古的士兵实力 这康熙皇帝是明白的 如果是攻坚战的话呀 这大清朝有五比一的兵力 和人家和厄鲁特骑兵撞上啊 那也不一定能打赢 那么说这卡尔丹 现在确实有这么雄厚的实力吗 咱们明天接着聊